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这些equation 是否每个equation都是有效 好像那天有个考试的时候 有个学生问我 你们一个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们不是讲heat equation吗 我为什么把它为function摆在旁边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习惯都是什么 我们碰到什么问题 他给你的条件就是刚刚好的条件 但是请你不要忘掉 真正的问题 你不只是把equation写出来而已 你要去找条件 条件在什么地方啊 对不对 相当于你是在一团混沌的当中 要把你的target找到 所以说有的老师出题目的时候 他条件不会给一个 他需要两个 他会给你七八个条件 你都搞不清楚谁跟谁是独立的 哪一个是有效 哪一个是无效的 你就要开始判断 这才比较像真实的状况 对不对 他同样一个可以想 我怎么知道他是独立的 因为独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解 我们除了用感觉之外 能不能有些什么定律 因为我们今天把它用在我们一个简单的连历方式是很好 假设到时候我们用在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文方程式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应当要怎么样的来处理 对不对 或者是更复杂你要用的地方 所以呢 基本上对矩阵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 我们都一定要有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这一节 Ninear Independent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有M个Vectors 它们呢 它们有相同的这个像 比如说那A呢 A呢 它有第一像 一直到DM下 就好像XYZ三度空间你就有XYZ 或者叫做A1 A2 A3 OK 加上时间A4 假设很多度空间呢 A5 A6 A7 A8 一直到MM的Components 好 那么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那假设有个是这样子 你把第一个呢 跟第二个做Linear Combination 一直做 做到DM个 通通把它Linear Combination起来 OK 那么其中呢 CIR Arbitrary Constance 它是任意的常数 ARB就是Arbitrary 任意的 OK 假设 假设呢 你把它再重写一次 一直到达什么 等于你 假设它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叫做E 这个叫做E If one is true 假设这个东西呢 是true 什么时候才叫做true呢 Only when C1等于C2等于Is等于CM 通通等于0 假设是这种状况 假设是这种状况 假设不是 那当然就不是了 假设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些所有的Component 彼此当中 这每一个Vector 我抱歉 我讲错 每一个是一个Vector 每一个是一个Vector 那么他们当中呢 彼此都是什么 linearly independent 他们的互相独立 OK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有三个Vector 比如说A1 它是等于3022 A2呢 等于-6 42 24 54 OK 它每一个相当 都有四个Bases 对不对 四个Components OK 好 A3 21-21 0-15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这三个 并没有完全互相独立 They are linearly They are linearly dependent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看看 你要是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相当乘上6 减掉第二个项量 乘上二分之一 减掉第三个项量 会等于什么 你看 这个A的相当乘上6 就每个component都乘上6 我们看第一个 6 3 18 对不对 减掉 第二个除以2 除以2 -3 18 减掉 -3 正21 再减掉 21 是不是等于0 你发觉这样做完 每一个都是如此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我重新排列一下 我把等号移来这个地方 那就告诉我说 A3 其实是可以用 A1 跟A2 来组合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是跟他们 不独立啊 你跟他们 就是有关系啊 就这个叫做相依 OK 但是呢 假设你把A3 丢掉 只看A1跟A2 它是什么 它确实独立的 为什么 因为啊 假设你 你假设 有这种状况 好吧 你把A1乘上个系数 A2也乘上个系数 然后让它等于0 什么时候会等于0 只有一个时候会等于0 Only when C1等于C2等于0 这个时候它 这个很等次才存在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时候的C1 C2呢 当做是independent 那你说 我要是给你一对equation 谁跟谁是独立 谁跟谁是相依 容不容易判断 那碗啊 你要三个还可以凑一凑 对不对 那五个怎么办 那六个联系方式怎么办 那像量力里面N个呢 那你怎么办 三N个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就鸡飞狗跳了 我们无法判断谁是谁啊 假如我们事先能够作业 搞清楚谁跟谁是独立的 把那不独立的 通通把他丢到一边去 那不是很爽吗 对不对 我们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做法 你想想看 像早期啊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次的诺贝尔奖得主呢 搬给谁 搬给做CT的 CT就是电脑断层 比如说呢 我们去照S光 去照胸部S光 他就S光上来 啪 然后呢 管他穿过去 吸收完剩下的S光呢 打在底片上 让他赶光 你看到是整个胸部影像呢 全部都叠在一个底片上面 你没办法搞清楚 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怎么样 你的身体假设是这样 记忆作业啊什么的 我可不可以很多条S光打过去 然后呢 这边是S光 这边是Detector 我有很多条打过去 那这个也是这样打过来 那我就可以建构出 很多条的联力温方程啊 对不对 每一个点对S光的吸收 都是他自己的特色的 那我就要把吸收的这个equation 你只是不晓得 他吸收细数是多少而已啊 把他写完之后 把他丢进去 那你就得出 看你是几条嘛 对不对 你要是300条 那300乘300 900个联力方程式 就把他解出来就好嘛 弹何容易啊 解900个联力方程式 单单超都要超多久了 你知道吗 所以早期科学家很可怜 天文学家算一个东西啊 算了一年半之后 才发觉算错了 因为前面有个符号 忘了变号 OK 从来一次 他根本搞不清楚 哪一个符号忘了变号 从来再检查一次 又检查一年半之后 发觉是符号 忘了变 然后再做一次 你要确认你要对哦 不然你三年功夫 就浪费掉了 他就头一次 把电脑解文方程的 把它集合起来 让我们在照完之后 那个时候要隔个几分钟 才看得到影响 棒不棒 棒 就可以拿到什么 诺贝尔奖 对不对 最近呢 有一堆人在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天气的预测很困难啊 为什么天气的预测很困难 这个是地球 这边是陆地 然后随便画几个 我们只有在上面几个点 有数据而已 因为你的气象台 就只设立在这个地方 而且气象台 是设计在地面 还是每一千公尺 有一个500公尺 有一个气象台 没有啊 对不对 你可能设计一根杆子 是50公尺高 然后每一 50公里高 每一公里一个气象站 有吗 全世界有谁这样撤 当然没有 所以为什么 我们动不动就要派飞机 飞到暴风圈里面去 一直的投这个 投这个侦测器啊 它侦测器一边掉 然后呢 它就一边读到读数 它才能够比较精确的 知道它的数据 才能算啊 不然谁知道 你在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实验一做 就误差百分之200 说不定它百分之400了 号称呢 从南半球 从这个屏东下面 切过去 然后最后是从台北进入 对不对 这很有可能啊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台风啊 预测是很厉害的 你知道吗 我们误差度啊 都在什么 几十公里 差不多 二三十公里之内 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准的 我跟你讲 除了我们之外 大概没有人这么准 美国预测 误差度大概高达 120米 乘上1.60多 比整个台湾都要长 差不多整个台湾都是误差度 就是说他会打台湾 到底是他打尾巴打头 不知道 那还用你来预测吗 对不对 我看我自己看天空的颜色就知道 所以呢 所以现在在发展一个技术 其实已经发展好久 我们这边不是有大气层吗 你要知道就是他的数 他的数据不是吗 我们不是有很多GPS的讯号 的卫星 这GPS卫星啊 不是很高 是很矮的 要不然你的讯号怎么打到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一万多公里 开玩笑 打到那边还有讯号吗 那你要买一个GPS要背在身上 30公斤而已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些卫星都在这边跑 所以他一直放出讯号出来 他也放出很多讯号出来 你看看 他放出来讯号这每一点的交叉的地方 是不是类似我们电脑断层 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从那边接收而已 所以假设我们这边有个地方来接收 他这个时候可以收到一条线 但他飞到这边是不是又收到一条线 飞到这边又收到一条线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就有很多条 OK 然后最后面都会有交叉的地方 我就来解他 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出一个大气层里面 地体空间的点 纵使只有5000点好了 我们现在连个5000点都没 然后预设起来可能会比较准 现在只是说大家想办法这样做 做起来到底不想是对还是错而已 OK 所以正在努力之中 假设这样做完可以了 以后气象预报就更准了 更棒 你知道吗 我前三天呢 在中部开中指的会议 结果我们就到新一乡 从集集进去之后呢 因为路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进入河床 河床垫道 就看到悬崖上面了 好多房子啊 那客厅有一半在外面 不然就厨房了 其实是在外面 不然就是马桶在外面 实际上下面就一个洞 一拉就下去了 OK 整个房子都有 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在外面 然后再往山区走呢 好多好漂亮的那个别墅啊 美到不得了的 都都滚在那溪床里面 OK 全部都被毁了 你知道吗 好恐怖啊 所以这个实在是不一样的 所以 假如是我们能够 有很好的矩阵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很多物理上的计算 都是靠这样子做的 OK 也就是说呢 我们都会建构出 比如说好了 一颗原子 它的状况就要有 一个shorting code equation 描述它 OK 三度空间就是 解开了就变成三维 三个shorting code equation 但三个component有多少呢 你跟我交互作用 我跟他交互作用 我跟他交互作用 要是有n颗 我就跟n减1个交互作用 哇他妈鸡飞狗跳了 那我跟谁跟谁交互作用 好好算近一点 就算旁边吧 最后还有集体的行为 你面对的是一个很复杂的 shorting code equation的 的矩阵 得一个联益方程 这怎么解 当然就比较辛苦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矩阵就要派上用场 那我们用的矩阵都很简单 OK 所以请大家呢 放心的来学 这个收获会非常的丰富的 OK 好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假如说我们都不晓得 哪些是独立的 那 很好的一件事情是 数学学家 他们平常就会去研究 到底这些矩阵啊 有什么特色 其中一个称之为的rank of matrix matrix the rank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 OK 好 什么叫rank 我们说rank A 就是A的这个矩阵 它的rank呢 是什么意思 maximum number of linearly independent rho vector of A 就是A 矩阵当中 假设你以这个rho来看 rho是横向的 对不对 到底有多少个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这里面 比如说像说这边三个 我可以说他跟他独立 他跟他独立 他跟他独立 但是三个不独立 你就去配配看 最多不独立的 最多独立的 这个number 的这个rho 就是它的rank OK 好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theory to determine rank 我们来解 rank 我们要怎么解 很简单 我们前面叫过 gauss elimination method 我们就运用这个方式来做 别忘了在矩阵里面 我们要是很简单 把它对应到 我们的联力方程 事实上每一行 就相当一个联力方程 对不对 所以equation 你上下调动 可以啊 equation上面 equation 乘到多少 加上下面这equation 这些运作 对我们整体的状况 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运作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打个简单的比方 a呢 我们要进入一个a 就是这三个 三 零 二 二 负六 四十二 二十四 五十四 我将这些点 通通取消掉 好 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现在我要怎么做呢 我把第二个式子呢 加回到第一个式子 但是呢 两倍的第一个式子 我要做第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Row 2 再加上2 乘上Row 1 再做第二个动作 这个 再加回到1 这叫做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 我把Row 3呢 再加上7倍的 Row 1 我弄错了 我这个箭头颠倒 我是要这样子 OK 好 所以它变成怎么样 乘上2 加回第二个式子 乘上2 3 乘2 6 6再加回 当然就变0 当然 因为是把第一个式子 往下加嘛 所以第一个式子不动 先保留 所以第一个将一加完 变0 好 第二个呢 0 乘上2还是0呢 加回第二还是42 2乘2 加回来这个 28 2乘2变4 4加上来 变58 对不对 好 这个乘上7之后 加上来 7三21 我应该是 负的才对吧 这边应该是负的 OK 我的笔记超错了 好 乘上负7 负21 加下来 变0 这边0乘什么都是0 所以加下来 负21 保留 2乘上负7 变成负14 负14加上来 加上来0 就变成负14 2乘上负7 负14加到这边 负15 变成负的多少 29 对不对 好 然后我现在呢 再来做什么事情 我把第二个式子 加来这边 这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怎么做呢 我把第二个式子呢 乘上负的二分之一 然后加上肉3 把它加下来 所以这样一来呢 第一个不动 3022不动 现在是2加下来 所以2也不动 42 28 58 好继续加下来 会变成什么 他除以2 加负号 不用 不用加负号 直接这样就好了 除以2加下来 42除以2 21 21加下来 负21 所以是0 第一个本来就是0 0跟0当中作用 还是0 这除以2 加下来14 又是0 除以2 58 就是29 加下来又是0 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他自动已经把你下面的这一行啊 所有系数通通都变成0了 就等于说你多摆了一个一个欠型 根本就没有用的东西嘛 所以你告诉我 他现在剩下几条 剩下这两条 你有没有办法 用什么操作 把这个剪掉他之后 他会变成 不见 你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 rankA 等于2 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这个是个equation 那么你independent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vectors 就是2 好棒哦 我们用这个rank就可以 把这件事情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 if anineal system has n个 unknowns 它有n个位置数 那么 哦 这边要讲一下 我们说h rho vector has n个 component ok 第一个 很重要 if 什么时候 there is only one solution 什么时候 if a and a 这个叫做什么 argument 对不对 argument 意思 你帮一个方程式的等号的右边呢 也把它加到这个 矩阵里头来 只不过矩阵会多出一排 那我的习惯都是在当中画一条虚线 告诉我左边这个人 最右边这个人是等号右边的 ok 这样我才不会忘掉 假设我这个联理方程式 a 就是系数的矩阵 以及它argument的这个矩阵呢 他们都有同样的rank 记住啊 要同样的rank 而且这个rank的刚好就等于你位置数的个数 这为什么这样 很简单啊 这两个有同样的rank 当然要有同样的rank啦 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有n个独立的equation n个独立的equation 是不是最多只能够解决掉n个问题 n个位置数 那刚好你就是n个嘛 那是不是刚好就只有一个解 对不对 那剩下就是这个数目字在变来变去啊 你看第二个 什么时候会有无穷多个解呢 if a and the argument have the same rank 但是呢 比n小 也就是说 假设你的独立方程式 值的个数 小于你的位置数的个数 你只能够求出他们相依的关系而已 你有无穷多的解 比如说好了 比如说 ax 再加上by 等于0 假设我们两个位置数 x跟y 却只有一条equation 你告诉我 有什么解 无穷多个解啊 你说简单嘛 算一下 x 是不是等于负的 呃 a分之by 因为a跟b都是常数嘛 x等于负的a分之by 这是什么解 y等于1的时候 x就等于负的a分之b y等于2的时候 x等于负的2倍的a分之b 你得到的是 无穷多对啊 因为你的解释要说 x等于多少 y等于多少 现在是得到一个关系式 那当然是无穷多个x跟y的点啊 对不对 就无穷多点 OK 好 再来一个呢 There is no solutions 什么时候这样 if a and a的rank argument have different rank 他们两个rank不一样 那他就有无穷多个解 他就没有解 OK 这个很合理嘛 好 很合理 比如说呢 你解到后来 我们一个 一个矩阵是这样 那我这不是画掉虚线吗 右边就是等号右边 然后很多条 好 你一直高四消去法 最后变成了一个状况 比如说 这边都有 这边是虚线 穿到这个地方 突然间这个呢 有等于某个数字 它叫做15好了 但这边却每个都等于0 你别忘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说 这边呢 每一个西数 乘上微知数之后 加起来要等于15 就是他告诉你 他前面每个西数都是0 也就这个等号左边是0 等号右边是15 15会等于0吗 才怪的 哪里有这种事情 那当然是错误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以这个A argument的 这个矩阵来讲 他一直消到这边 他还在嘛 那是不是代表着说 他的rank是这几条 但呢 以这个A的矩阵来讲 没有加上右边这个 诶 他的rank只到上面 没有包括下面这条 比如说这个是三条 1 2 3 这是第四条 这个大的矩阵 有包括虚线的 他的rank是4 但是 没有包括大矩阵的 这个rank却是3 3跟4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解 这不是很棒吗 马上你就可以解 得出来 到底你这个equation里面 有意义的有几条 那些没有意义就把它丢掉 假设你有这么多项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A A就是什么 A1 1 A1 2 一直到A 1 N A 1 P 1 A 1 P 2 A 1 P N 我们就可以设定这个A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A的rank rank A 刚刚好就等于P rank A 刚刚好等于P 因为P在本里有P个equation 你的rank刚好等于它 那么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A1 一直到达A A 1 P P Or independent 他们呢 互相都是独立 If rank A 小于等于P 或大于等于P 管理是哪一个 通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re linearly Dependent OK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这只是 那边写成另外一种语言而已 OK 好 所以呢 Homework Section 7.4 这些三体 5 13 18 非常简单 请你判断一下 它的rank是多少 OK 下个礼拜三交 OK 今天的作业都是下个礼拜交 OK 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那这样子呢 事实上呢 我们再重复 再复习一次 好不好 我们怎么来解一个 练利的方程式 那我们把它复习完之后呢 我们就赶快下去 讲你们很熟悉的 另外一种解法 假设一个non-homogeneous linear的system OK 我们把它写成为什么样 A 乘上大X 等于B 你有A的矩阵 乘上一个column矩阵 X 就是你的位置数 等于B的矩阵 B的column OK 所以很明显 你要是像写 就像一个A是这么大 乘上一个X 这么小 要等于一个B 是这么小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怎么来求解 我们就用高斯消去法来求解 假设呢 你用高斯消去法来求解 已经消到最后面了 假设你做完之后 发现下面的状况 第一个 我再 blows一遍 这一遍 我们再来我 OK 假设你消去到最后的时候 得到这样子一个形式 记住这个虚线呢 指的是等号右边的这个系数 我通常写在这边 rank大于pr 我看看 pr是pr个vector 然后n个component okn个component 那n个component里面呢 常常我们就会说 它是n个位置数 对不对 很有可能是n个位置数 那我们现在呢 只是说你有pr条equation 你也不晓得你pr是大于n还是小于n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给你很多条个 多过于位置数的 这个equation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就代表有很多是相依的嘛 其实可以去掉了嘛 对不对 那最后面 我们要知道我们rank是多少 rank要大于p啊 rank应该不会大于p吧 因为它最多就是p条而已嘛 因为它最多就是p条而已嘛 对不对 rank应该不会大于p啦 有大于p的这个吗 我看看 我写错了 这样写上rank 或者是n小于p 这样子才对啊 ok 意思是这样 抱歉 我确实是学比较快 好 我们回到这边 我现在呢 把它做高斯消去法 消完之后发觉啊 我们得到终于啊 虚线的左边 跑出一个三角形 在这个三角形的左边 这边通常等于0 那下面呢 假设你有很多颗旋 多过于n 那你就会有一些 等于0的出现 ok就好像这边算出来的 刚刚算出来 下面这个整排都是0的 有没有 刚刚算出来那个 好像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边的 你在运算的过程当中啊 只有第一行的数字不变 其他的都要变 我把这个变过了 画一条这个虚线 ok 然后呢 这边其实都是变完的 ok 这个A22不是原来的A22 已经经过加加减减了 假设你喜欢的话 你把这个通通都这样 argument 也可以 就代表这是运作之后的结果 假设 ok 那我把这个 这个系数的三角形 我用黄色来代替 if 黄色的这个三角形 以及 B N加1 下面这些 每一个 N加2 你知道 BN 通通都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下面这些 通通都等于0 也就不见了 只剩下上面这个三角形 以及这一排 记住哦 这一边呢 未必通通等于0 尤其ANN绝对不可以等于0 它也不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就有一个解 对不对 因为呢 假设这个ANN是乘上XN这个位置数 是等于BN Argument 那么XN的这个位置数 就是等于BN Argument 除以ANN Argument 所以XN就算出来 XN算出来 就可以带到前面这条式子 把XN-1算出来 这两个都算出来 又可以带到前面的式子 把N-2也跟着算出来 一直带一直带 带到最上面 把XN-1的位置数 也把它算出来 那就通通解完了 没有问题 记住哦 我要0的地方是在这边 假设 现在呢 我把它写在这里 第二个状况 假设呢 我求到最后面 变成这个形式 也就是说 右边这个三角形 并不是尖的 因为这边有两个 这一边呢 只剩下一个 所以右边这个 它的形状 事实上是 这个样子的一个形状 T形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讲 它写在这边 Rank A A就是 虚线的左边 这边 Rank A 跟Rank A bar 假设都一样 也就是说 事实上 会一样的意思 就代表 这边通通都要等于0 干脆你通通把它写成0好了 那么 但是 很不幸的是 你有n个位置数 它却只有 比n来的小 那么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 它是什么 Infinitely Mainly Solution OK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或者是呢 我把它继续 保留在这边 那么也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加上 B R 加上E 的Argument 要等于 B 通通都等于0 OK 那 它就会有这样子 第三个状况 If 任何一个 B P 的Argument 不等于0 也就下面这当中 OK 这下面的这当中 也就是说 P要在哪边 P呢 大于等于R 加E 或小于等于M 其中有一个 不等于0 不等于0的意思 比如说好了 B M 不等于0 假设最后这个不等于 全面通通都是0 0到这个 这个不等于0 但你不要用了 左边通通通等于0 你得到 惠个equation 是这个不等于0的 数字要等于0 那根本就不对嘛 没有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 Rank A 并不会等于Rank A Argument 就告诉我们 没有Solution 很棒 OK 它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来教一个 你们高中就教过的方法 讲完之后 我们只讲一件事情 然后那件事情 礼拜三我们就要操作 那我会告诉你 怎么样 求一个解 它会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所教的东西呢 你们高中全部都教过了 OK 你们高中老师 要是比较喜欢数学 我相信他也都写这些给你们看过 所以没有什么嘛 我们都还在复习高中 多轻松 对不对 好 现在这个呢 也是高中 举认 行列室 这个是不是叫做行列室 行列室是什么意思 两条词的这叫行列室是什么 中文叫行列室 OK 好 所以我没有讲错 我只知道叫determinant 就把它记起来就对 好 我们来 从一个二阶的 solve a case in two dimensional linear system OK 我们就举一反三 我们就做个二阶的 然后做个三阶的 就是以后大概就怎么样 就好了 OK 好 假设有一个二阶的 就是a11x1 a12x2 要等于b1 a21x1 a22x2 会等于b2 这个连离方程 ,OK 这个太容易解的嘛 对不对 b整音就可以解 没有错 OK 但做简单的是为了来解复杂的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我们呢 就写出个argument的matrix出来 把前面的系数 照超 a11 a12 a21 a22 然后呢 因为argument的意思是 把b也摆进来 所以画条虚线 把b1 b2放在这边 好 我现在开始来操作 第一件事情 先把前面这个杀掉 对不对 好像我们在解它 也是想办法把它 把它杀掉 它要怎么杀掉 这个式子 除以a11 这边就变成1了 再乘上a21 是不是这个系数 就变成a21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剪下来 大功告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要做的是一件事情 是这样 我们把第一个roll 除以a11 乘上a21 然后给它个负号 然后加到roll 2 假设我们这样子 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当然不变 第二个0 然后这样做 那这边会变成什么 这边当然就比较复杂一点 这边我可能要写 大一点 先把下面这个写完 a12乘上这个 所以是负的 a11 乘上a21 乘上a12 来加上a22 对不对 这个是这样子 那右边的虚线 b1造写 那下面这个 要变成什么 一样啊 这个要乘上他 再加上他 负的a11 乘上a21 乘上b1 再加上b2 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假设到这个地方呢 就代表一件事情 最下面这个equation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 负的a11 a21 a12 再加上a22 乘上x2 等于负的a21 a11 b1 再加上b2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 事实上x2 就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他 除以他 就对了 是不是等于负的a21 除以a11 乘上b1 再加上b2 除以 负的a21 a11 a12 再加上a22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没错嘛 对不对 看起来好复杂 好来 我们把a11 a11 你都有 我把a11 通通提出来 所以x2呢 是不是进化到 a11 那里面会变成什么 a11 提出来是负的a21 再加上a11 提出来 这边没有a11 所以要先乘上个a11 a11 b2 是不是 a11 b2 除以 a11 再提出来 分母的 所以变成负的a21 乘上a12 负的a21 a21 乘上a12 再加上a22 本来的a22 再乘上a11 是不是被人家 那这两个可以消掉 是不是 b1怎么不见 b1在这边 所以我这边b1被我搞丢了 b1抄下来 漏抄了 所以这样一来 你要仔细看上面是什么东西 假设我们 规定一种操作 以一种符号来表示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 写成这样 a11 a12 a21 a22 我只是把 这个a的矩阵 写成两边是直的 假设我规定这种东西 的操作方式就是 这个对角线先乘 a11 a11乘a22 减掉这边的 a21乘a12 是不是就是它 a11乘a22 a11乘a22 减掉 a21乘a12 a21乘a12 它就可以这样子写 上面这个怎么写呢 a11 a21 b1 b2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a11乘上b2 a11乘上b2 减掉这个方向了 a21乘上b1 a21乘上b1 没有错嘛 对不对 继续 x2要是可以算出来 带进去 a1就可以 x1就可以算出来了 用同样的表达方式 你发觉 下面大家都一样 上面会变成怎么样 你在求解 第一个的时候 第一个是上面的这一本 你就把后面的原本的b1b2呢 排在前面 后面的造钞 这个就是它的结 高中教过嘛 对不对 所以说分母摆什么 摆整个a矩阵 也就是不管 非其次想 那我们去 前面这些系数的行列是 上面的也摆行列是 只不过有一个直行 直的会被取代掉 就看你是求哪个解 求第一个解 第一个 column被取代 求第二个解 第二个column被取代 就算出来了 OK 就算出来了 所以呢 假设我们有同样的方法 继续做三维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你看看 球到这个地方 它的rank多少 它不等于0 它也不等于0 不等于0 只有它等于 这边是不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a的rank是2 a argument的rank 也是2 又几个解 一个解 就是这样 OK 好 3 1 2 1 1 1 假设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要是经过高斯效去法操作之后 发现 if rank a 等于 rank a argument 而且等于3 因为有三条方案式 那就告诉我们 它只有一个解 这个解会是什么 同 你要下去代的话 最后面你发现 你一样拼出来 分母的地方是个行列 是上面所有的系数所组成的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你看就是这样子了 那分子的地方呢 也是一样 原分不动摆上来 但是有个column 要被置换 现在是1了 那就是第一一个column 要被置换 置换谁 等号右边的系数 这样就好了 那x2呢 一样画葫芦 那x2 既然是第二个解 就把这个系数 取代第二个column的系数 其他的照抄 ok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第二个解出来 那第三个呢 一样画葫芦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要是有n个呢 n个dimension 你是不是有n个位置数 n个equation 假设同样的ranka 等于rankaccumant 也等于n 那么它每一个解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 这个好处 跟高斯消去法的好处 到底谁比较好 不知道 看看你用什么工具 ok 因为这个的算法也很快啊 只不过你的接数越来越大的时候 连这个行列式都很难解 对不对 好那就越来越复杂了 ok 那高斯消去法呢 假设是用电脑解 丢到电脑里面去 反正是电脑在作业啊 解加了解 解加了解 最后就跑出来了 判断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解 有解就把解顺势都把它算出来了 多快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这个方式 我们称之为 Clamers Rule 它的一个规律 ok 请大家把它记下 好 因为这个太熟了 这个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ok 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但是呢 行列式的基本计算的方式 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 你说我老师我全部都记得了 记得没错 很好 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 因为里面我要介绍一些数学的名词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插掉 快要下课了 ok 记住 礼拜三呢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些 好 Determinants 好 2D的 它会等于什么 这一边相成的 剪掉 这一边相成的 ok 记住 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要凑出我们这边的这个行为而已 只是这样子写没有感觉 到时候应该怎么拼没感觉 但这样子写比较有感觉 ok 只是它发明一个新的符号 3D呢 这个三个相成 加上这两个相成 再加上这两个 这三个相成 减掉 这三个相成 减掉 这个相成 减掉 这个相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下来 A11 A22 A23 再加上 A21 A32 A32 A13 再减掉 再减掉 这个相成 A32 A23 A11 再减掉 A21 A21 乘上A12 乘上A33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很好玩哦 你看看这A11 后面是22乘23 哪边还有A11 这边 它减掉 32乘23 这两个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A11 乘上 A22 A23 A32 A23 A32 A23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看 A22乘A23 就A22乘A23 减掉 A32乘A23 A32乘A23 没错嘛 好 A11 我们再找一个 A21的 好了 哪边有A21 这边有A21 A21 画圆形 哪边还有A21 这边A21 又画圆形 那这两个呢 我想再拼一下 仔细看这个 会发觉一件事情很好玩的 我们把这个照抄 我们把这个照抄一次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我们这样子画起来 我们刚刚讲 这个是A11 A11在这边 后面这个行列式是哪个行列式 你把A11画一条线 你把A11画一条线 横的 A11画一条线 重的 没有让它画到剩下的部分 变成一个小巨帧 是不是A22 A22 A23 A23 A32 A32 A33 A33 果真少写了一个三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是这个地方 假设A21 现在我在挑A21 假设A21 也有同样的效果 那是不是我把A21画一条线 A21画一条线 因为会经过它 就只有这两条 那剩下的谁没被画到 A12 A13 A32 A33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类似 A21 假设 那剩下的是A12 A13 A32 A33 会拼出跟它同样的东西吗 我们看看 第一个 A12乘A33 要乘上它 A12乘A33 在这边 A12乘A33 这两个乘起来是正的 乘上它也是正的 但这边是负的 所以难道负的在前面吗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 这个过来要减的 A32乘上A13 A32乘A13 但因为是减的要加个符号 负负得正 果真是正的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个 还有什么东西 假设我们刚刚选它 选它 现在再选它 A31 A31在哪里 A31在这里 三角线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A31 是不是正来负的 A31在这边 画一条线 A31画过来横的 画过来重的 只有这两个 没有被画到 我是否可以把它写成为 A12 乘上A13 A22乘上A23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看看第一个 正的 A12乘A23乘A31 A12乘A23 这边 不对 这边 A12乘上A23 再乘上A31 是不是正的 是 那负的也会吻合吗 这边 这是负的 A22乘上A13 A22乘上A13 是负的 所以果真是不是负的 A31 没错啊 我发现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这个推论都是对的 更高阶的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比如说多高阶 谢谢 请求这个行列是 哇这看起来就投影演化 这不晓得要怎么求啊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一样画葫芦 刚刚这边是先把第一项抓出来 然后乘上剩下的行列是 再加上这个抓出来 但这个就要变号了 因为那边变号 所以正负正我这样抓 那我可不可以第一个是一 抓出来 乘上一画葫芦 剩下的七八九十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二二三二四 二五 再来我取下面这个六 但那边不是有变号吗 我也变号 六这样一画 后面的举正会是什么 没有被它画到二三四五 下面是什么 十二十三四四十五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二到二十五 再继续下来 又是十一 在层上没有被十一画到的 那个矩阵 再来呢 十六 你发现它又要变号 在层上没有被十六 很能跟直的画到的矩阵 把德行列四 再加上二十一 已经没有被它画到 它有这个规则 对不对 那这种规则 就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把一个很大的行列四 先把分成很多比较小的行列四 假如它还是够大 那再把它分成更小的行列四 一个一个做下去 最后你全部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假如说我们喜欢的话呢 我们这边要把它写成什么符号呢 A11 这边有正负正负嘛 我就说我把这边弄一个什么 负1 乘上1加1 1加1是2 2的负1的平方 那还是正的 还是正1 后面这个呢 叫做M11 因为是11的 determinant 加上A21 后面乘上负1的2加1 2加1是3 负1的三次方 还是负1 所以前面自然变成负1 后面这个叫做21 再加上A31 乘上负1的3加1 再乘上M的3E 我可不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写 可以啊 我把这种东西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呢 是定义成C11 它是什么 the factor the co-factor co-factor of A1 它是A11的co-factor 后面叫做co-factor OK 所以请大家 务必要将这个名字记起来 你要这样子写啊 too much的 我们数学技巧这么好 写高竿漂亮一点 好不好 我们把submission引入嘛 干嘛一定要写出 那一大片东西出来 submission引入 这边怎么引入呢 我们是沿着这条下来 所以你们发觉 后面的 因为这条下来 后面都是E111嘛 是不是我可以写成submission 我先用J好了 J等于1到3 那里面是A 后面都是E 我叫J1 OK J1 然后呢 然后呢 后面的是什么 负1的J1加上E 然后M的J1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写了 right 这样写起来比较高竿嘛 对不对 为什么比较高竿 因为看起来比较看不懂 OK 比较吓人 OK 所以 觉得很不错 但是假设你仔细看的时候 我这个挑选 我挑A11 是我挑的 你可不可以挑 这一行 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挑这一行 可以啊 随便你怎么挑 它的吻合这个规则 也就是说 事实上后面这个是不是E啊 没关系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J等于1到3 A J1 K 负1的 J加上K M的什么 JK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这样子就代表 你每次变都是变前面的这个 后面K的管理是 E呢 还是2还是3 也就是我选择这一条 还是这一条 还是这一条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选 我可以选择这一条 或这一条 或这一条 随你高兴嘛 那简单啊 那我是不是再可以更 变化下去 我选后面的K 那就 AJK 乘上负1的 J 加上K的 M JK 也可以啊 对不对 越写越复杂 人家越看越不懂 哇 好像我们越来越厉害一样 OK 非常简单 对不对 谢谢大家